我們的葡萄姐姐聚餐的過程中 又產生了三個陽性的部分 在5月8號中午 有到花壇全國立元 來參加喜宴的這一些鄉親 總共有大概1300個人 麻煩你一直到5月22號這中間 覺得你的身體如果有不適 那你就要快點到我們的部章來做相關的篩檢 有趣的朋友這段時間還是要拜託你自主管理 14天請你一定要務必把口罩給戴起戴慢 開這個會議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的葡萄姐姐聚餐的過程中 又產生了三個陽性的部分 這部分因為在餐廳事關比較重大 所以我們緊急照顧你 那最主要是希望我們在5月8號中午 有到花壇全國立元來參加喜宴的這一些鄉親 總共有大概1300個人 那麻煩你一直到5月22號這中間 覺得你的身體如果有不適 那你就要快點到我們的部章來做相關的一個篩檢 來確保我們的整個身體的健康以及避免我們再傳染給我們的親朋好友 那有趣的朋友這段時間還是要拜託你自主管理14天 請你一定要務必把口罩給戴起戴慢 那避免我們葡萄姐姐事件又繼續衍生到第五圈去 這是我們今天要來拜託大家的部分 那很多鄉親很關心我們足跡的部分 那昨天六個足跡的部分完全都已經消毒過 那這九個的部分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足跡的部分一發現我們就會找人緊急去做相關的清銷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說你再去了解這些足跡去標籤化這些地方也沒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說請鄉親放心 那我們有給大家的通告大家多注意 三場的喜宴分布在五個廳 總數是有32桌 所以我們我們大概32桌 我估計一下132桌 那估計就是有一桌大概10個人 所以大概1300個民眾 這個量大概是這樣的 這些民眾呢 請你務必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一直到5月20日為止 5月20日為止 只要你有呼吸道的症狀 不一定要發燒 或是其他身體不適的症狀 請你就到布立彰化院的急診來就醫 經過儀式評估之後 如果需要採檢就請你配合採檢 那就醫的時候也請你攜帶健保卡 那布立彰化院也會請你說明 你是在5月8號這天中午你參加哪一桌 甚至要請你說明是做哪一桌 萬一確診 診斷出來或是採檢出來是陽性說 我們還有後續的接觸者追蹤的工作要做 所以就請大家務必這1300人的這些來參加這個宴席的 他也許也有來自其他縣制 也請大家一起注意 一直到5月20日為止 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有問題就請一定要去做醫院的採檢 那外縣市的賓客 你就到你們當地縣市的採檢醫院去採檢 那我們常常講這個公布足跡 公布足跡其實並不是只有公布足跡 大家注意而已 而是你要做健康管理 所以今天在我們這一趴的疫情裡面 最重要的足跡 就是全國餐廳中午這個宴席 我們呼籲這1300人 務必務必注意你自己的健康狀況 有出現這些呼吸道症狀況的時候 請立刻就到布立彰化醫院來就醫 他們的急診是24小時都有在做服務的 那同時你就醫同時你也請你也通報 我們衛生局告知你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希望經過這樣一個大規模 而且是由民眾來配合的這個 快速篩檢的一個動員力 我們能夠迅速地去圍堵這個疫情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